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又来到国士同学会 我们应该整个月没有做过节目 我以为你一直都有 每个星期都一直做 不是,因为我们是另一位主打人阿昌 他参选,我又想着 你又做选举的生意 对,帮候选人参选,我们一头冤 免得约约那些朋友 到今星期有一个新闻 你问我个人,我是见惯不怪的 但起码在中国或香港的媒体 也有广泛地讨论 这个就是小月月的事件 两位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 Anthony说一下,简单说两句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孩 被车撞到,第一次被车撞到 第一次被车撞到一次之后 那个司机应该是很有意识的 停一停,再决心去硬一硬去 我想着也是那样东西 就是中国的法制何人 就是因为撞死人的成本 那个赔偿 就比较少 比较少 少也比较少 之后第二个 又是撞到 撞到之后 一样都走了 其间就有十八个人 就是见到这件事情发生 也没有施遇援手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作為陌生人 我們上去大陸作為香港人的看法 你不知是否騙案來騙人 有一件事我們比較驚訝就是 那十八個人都是鄉里來的 大家都是街坊來的 住在你隔壁那位被人撞到之後 原來你都不會去救的 其實這個擺明不會是騙案 你不會說住在你隔壁 大興能的十八個人都是 都是住在街坊 所以最後那個父母 小月子的父母非常憤怒 對這個十八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零射激氣 其實會否是人們覺得 怎樣說呢 如果你去報警 你去跟官員接觸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麻煩呢 其實 對 即是你報警 可能會被人說 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會被人冤枉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其實 首先我也不要 現在近日的爭議 其實Antin也說了 為何那十八個人 見世不救 這是一個最大的爭議 當然 你問我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媽媽是負第一個責任 因為如果我看到那些影片 是那個小女孩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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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在長時間下 她都沒有發現女兒不見了 或者出事 我覺得這是媽媽 真的負第一個責任 這是真的 你想想 那麼大的問題 就是 這些 有些疏忽的父母 全世界都有 這些不是什麼驚奇的事 但最驚奇的就是 為何那些人 見到都不夠 好 第二問題就是 那些車子 為何要滾走的人 想硬死他 或者想走 其實Anthony便說得很對 即是 你滾走的人 你要 賠儡是快要再賠一輩子 你滾走的人 可能入了個定瓦 定瓦 找到一陪走便奏 十來二十萬左右 還有 我不太明白 我聽消山問的問題 中國的保險是怎麼算法 即是 在香港 你滾了人 你第三責任保險 就已經買了人 有些事情怎麽親人會離開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便會離開 到底這是人性泯滅還是法律制度逼人這樣做 這是我們討論中國問題經常要思考的地方 我相信我才知道18個人是街坊 但如果你問我 我個人經常在大陸住 你問我 反應我都不會離開 第一件事是因為 你見到一些血肉模糊的人在街上掙扎 在中國內地無論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街頭 是屢見不閃見怪不怪的 你經常都會見到有些人無厘頭在街上 這些是什麽原因呢 以你的觀察呢 是騙案還是 有幾種的 有些是黑衣 有些是黑衣 我分兩件事 假設我是一個圖人 我看不到那個人被人摔倒 我純粹看到有一個類似人類的形狀的物體 在街上摔倒去 我一定不會走過去 坦白說 不要問我有沒有人性 因為你經常都會見到有些人 有很多這種情況 有一個大人 我經常在大陸見到一些人 喝醉酒摔倒去的 我經常見到 香港也有 但大陸那種是很奇怪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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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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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你也懷疑這件事是否真的 他好像不僅是給一輛車輪到 兩輛 但為何之後那輛車會看不到一個人輪到 但你問他這麼小 前面有一批東西 你可能見到不知是甚麼 如果大家看這圖片 很小顆而已 你在馬路那裏 這條馬路那裏 你開車很快 可能你不留意地上有甚麼 因為地上有很多雜物 你不會想到有個人 或者你說死了一隻狗 我經常見到他在街上 死狗、老鼠、貓 不是甚麼大不了的東西 我批開甚麼人不人性的東西 先別說 我便說 那你不見到有些東西就滾過去 但我不知道第二個 因為我沒有看到相關報道 說第二個司機 但第一個司機 就說 有些人覺得他很明顯 第一次他已經覺得是滾了些東西 然後開始猶豫 然後慢慢說 不要管太多 再滾過去 那一刻他真的想 覺得這個人是想不滾 一旦我還要不滾 又滾死了他 好算 你問我這件事 大陸每天都會發生 不是 你擔心 可能是 因為一個小孩 我擔心最嚴重 都是有十八個圖人 然後我又分析一下 我純粹在說這個圖人 也不關香港人的事 你真是一個老人 在大陸見到什麼 其實你等他反應 你就走開了 當是看不到 這個是真的 但如果假設那些人 是認識這個人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 即是認識這個人 也會這樣 如果認識這個人 也會這樣 就正如報紙說 中國人道德倫喪 但我覺得 是不是太過去武斷 我覺得 如果你舉起其他例子 我覺得值得相確 因為其實過去的集體 一些武斷事件 譬如城管 不知最近在廣東其他地方 其實都是因為 一些城管去收保護費 或者是一些 拆遷 拆遷的問題 其實如果真的 好像不知最近 因為有城管收保護費 因為打到一個大婦 她們受傷 然後街坊都群起 而去譴責這班警方 以至集體武鬥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這樣比較之下 也未必是 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我覺得未必是 如果你這種比較 我又可以有種說法 去回應你 就是 因為 剛才你說的那些 那些事情 都會和自己有關 例子 你見到某個人 坐過動車 他的家人撞死了 我會支持他 為何會支持他 因為 那件事和我有關係 我都會坐動車 或者是 或是 城管可能 欺欺欺欺欺 我都讓被城管欺欺 所以當我看到 有人被城管欺欺欺 當有集體 一班人出去出頭 我便跟著他們出頭 因為有個公敵 公敵是很明顯的 因為那件事和我有關係 但問題是 但這件事是否 不牽涉到公眾利益 其實 有時在大陸 我無法證實 那些途人 我認識不認識這個女生 但我便說 一個人見到 有個年輕人 類似人類物體 在地下的圖 是嗎 我正常當是看不到 那為何你會覺得 剛才我便分析了那個問題 我不知道那個人 純粹是一些黑衣仔 他在地下玩 但其實 應該很不同 因為他剛被人摸完 他流血 或者他有一種很痛苦的樣子 但問題是這樣的 人經常見到 但你說經常見到那些是乞衣 乞衣那些 其實不會說 但他會流血 他會覺得很辛苦 這件事很明顯是 如果你是當黑衣的話 這件事是一次性 你當黑衣是長期賺錢 你有沒有那麼多血給你 不會的 對不對 可能又是會怕麻煩 我想有些是 人們會怕很麻煩 你會怕的 你怕是你 是你做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好像很簡單 這個城管 走來欺負你旁邊的街坊 你會不會怕麻煩 但同樣的事情 這些集體建議勇為的事情 有發生很多次 這個事情是說 有些事情很不同 因為 其實有種分析 就是當一個人不理會的時候 就會沒有人理會 但當你 有一個城管襲擊你的街坊 然後 現在一堆人齊齊起控 大家就會一起起控 但如果你無端在街上見到一件事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當看不到就算了 那十個人都當看不到就算了 那大家就當看不到就算了 這個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可能是中國文化的影響 就是很怕出頭 槍打出頭鳥 覺得你這麼有行為 這麼有趣 有一種 怎樣說 有一種想成為一個普通人 成為一個特別的人的一種心態 但另一件事 反映著 整件事 反映著另一件事 其實就是中國 在閉路電視的角度 是的 即是你發覺 所以其實 剛才 當時我有一個擔心 就是 我走過去救 會否被人抗鬱我 是我做的 是你做的 但其實 反過來 可能也是 如果這件事 可以告訴中國老闆 不需要擔心 因為全中國都有閉路電視 是的 就算不是 其實現在開車的人 都很聰明 其實擋風玻璃前 那邊 他已經安裝了攝影機 但是現在 那輛車走了 有個方便說 即是 我站在街上 看到有個人疑似 因為我看不到 他被車撞 我的小女兒是疑似 可能被車撞不到 或者有某些原因受傷 我想不想去救他 因為我有擔心 我擔心被人抗鬱 喂 待會走過去 然後那個小女兒翻山 旁邊有一群人 喂 你為何打傷我兒子 是真的怕的 不是說笑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怕的 有些人騙我 你說有些血 很難做 有些血 弄些什麼東西出來 很容易 但如果大家都是街坊 如何解釋這件事 我就是說 如果是街坊 我就真的解釋不到 我就真的解釋不到 我真的解釋不到 我只不過假設那些是路人 我不知道那些是街坊 但如果你說 其實 我想說 如果原來中國 周圍都有閉路電視 原來你真的不用怕被人誣 大家走去 但其實 你又怕 因為閉路電視 都是那些城管公安去控制 你怎知道那些城管公安 是否跟那些騙徒打龍通 當時你被人誣摸了 我說看那些片 那些公安說我沒有片看 剛剛這位武裝 其實 又沒有片底都是他們說的 也是 很簡單 就是 你永遠看到一些集體群眾事件 都不會是那些老弊 他們自己本身揭露出來 都是手機拍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大陸已經住了那麼久 這件事情發生了 這麼大的事 這麼多頭版 國際媒體的報導 你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引起大陸人 他們的反思 如果有同樣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有些改變呢 就是這個行為 坦白說 你最近聽過的新聞 有些律師很憤怒 又說要立法 懲罰別人見世不救 我經常說 這些是因為我覺得 事情是一個麻木的狀態 又是一些媒體 加上一些網絡 微博 大家在這裏炒作一下 炒作一輪 很憤怒 一路好走 小月月 我覺得中國這些發生的事情 只不過是一件活動 什麼意思 一件活動 大家又在這裏 然後溫爺爺 又不知北京開過什麼會 又討論一下中國人 即是廣東省政府 又開過道德民主會 你剛才說到一點 就是法制的改革 我們見到其實有 其實你說撞車的問題 他鼓勵殺人 而不鼓勵去救人 那個行為其實 這件事發生不止一次 有什麼可能 其實我們天天都見到這些事情發生 人大又容許他其實 又不去改革這條法例 我們經常聽這個大陸跟我們說熱愛基本法 我們對這個法律要有感情 我們對這個其實中國的憲法 或者中國的法律 是不是這麼盲目地熱愛 而不鼓勵一種理性的反思 這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這是漏洞 為什麼大家都會容許這件事情發生 不牽涉任何官員的既得利益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我真的不太明白 其實我想分兩個 第一點就是 首先我講社會層面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 中國人什麼道德淪喪 我從來都不覺得 一般人和人相處 大家都很正常地交往 有時候做生意買東西賣東西 但其實大家 我真的不覺得 每個人都在騙騙騙騙 如果你自己做網上生意 做淘寶 你都知道 其實如果你每次都騙騙騙騙 你淘寶不會做得那麼旺 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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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災難都有很多建議 是的 比如做事 印東西 大家說好了交貨 其實我從來不認為 中國人有什麼道德淪言論商 只是 這是社會層面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誇張 什麼人性敏滅 我不覺得是這樣 只是有一些事情 剛才Anthony就說 那個社會制度的法律 是迫使任何人 要在街上 當你見到一些不確定的事情 你自己不肯定的事情 你寧願就看不到 為了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 整個社會制度 去迫使別人 不會這樣 不是代表他沒有人性 只不過是任何事情 壓抑了他的人性 你當看不到算 因為問題是 太多騙案 太多事情 就是因為 利用了你的同情心 利用了你的人性 然後你會 承受很大的損失 被騙 被人會老屈 這些事情 每天都會看到 在街上 看到一些不確定的事情 我當然會離開 但當然 如果Anthony說 有一個人 我和他認識 或者我和他做生意 或者是我的鄰居 當然 我不知道 十八個人和你的社會 是否鄰居 我當然不能證實 但當然 有些事情 一定會互相幫忙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至於你說 為何有這樣的法律 我又不明白 為何那些 做工人經常說 開兩會 開兩會 連年都開兩會 人大沒有很多話說 我覺得 其實中國憲法 很僵化 一件事就是 將最好 有一件事 其實很不切實際 就是 他是不承認 他是覺得 是性本善 你覺得中國人 其實 你犯少少事 就要嚴刑進法 一種叫做 我們 好像 胡錦濤所說的 一個 rule by law 不是 rule of law rule by law 意思就是 我們從來 我們講法家那種精神 就是 用法嚴刑進法 去規範人的行為 但 這件事是否真的行為 我們 其實 其實人大 兩會 他們喜歡 立什麼法都行 說真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他們立的法 太不合時宜 和社會 欠缺對話 和溝通 他們不會明白 人性 最深層的人性 就是 如果 我犯這件事 我 少少事 我就要死 為什麼我不做盡 你見到很多 其實 你做走私 你做洗黑錢 那些 其實 國家公款 那些 其實 每次都會判死刑 這個社會的行為 其實那些 犯案的人士 他們每次都做到盡 其中一個問題 不是 不夠法 是太多法 而那些法 是太古怪 太極端 太多古怪的法 太極端 還有中國人要面 我們沒有壞人 我們國家 其實中國人 總之 我們見到這些人 就像殺蟑螂 那樣 我們拿一瓶殺蟑螂 搶著他 就即死了 不就是見一個 就殺一個 還有 大陸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人性很扭曲 例如 我昨天有件事 可以對比一下 例如 香港不是有 那個 撞船事件 是的 那個什麼 新道輪 然後 然後就是在長洲 然後就是中環 那條船 然後撞船之後 旁邊的船家 這是人類很自然的 你作為船家 你見到有人撞船 你走過去救他 你不會想太多 糟糕 是不是船家害了 是的 虎肉雞 你就算去救 你不會想太多 但是 在大陸 經常都會見到 有些人在江 那些船家 那裡呢 那裡呢 到處有些船家 那裡不是救人的 那你真的救人 那他真的救人 那他真的救人 那他那些船家做什麼呢 那他就死了 那他等你撞到河 那些人死了之後 他再拿回那條屍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拿錢 然後呢 就收你錢了 就是 那些船家是托嬰 就是等死屍 然後去逼他 真的 很有趣,有時候中國為何會變成這樣 我想這也是近期人經常反思的事情 有幾個問題,是否社會制度迫城 是否為了謀取利益的欲念這麼大 但為何要謀取利益,用各種方法賺錢 是否因為他的生活可否保障 很容易受其他官員及其他人侵犯 社會福利保障不夠強 所有事情都必須要謀取得到 所以看到一個人,跌到河 有機會可以罵屍屍屍屍屍屍屍,他便去罵 但我不會這麼簡易 你罵人也沒有道德,你很容易罵 每個人都會罵 微博的新聞 但我又不會這樣說 到底是否會逼出來呢 我純粹是一件趣事 大家笑一下 還有我有一件事想說 對於這件事的傳媒報道手法 其實我想聽一下內地的傳媒如何報道這件車禍事件 其實我真的不是經常在大陸看新聞 問題是如果你問這個問題也是不需要問的 也是見怪不怪的 每逢中國發生這樣的大事件 什麼動車救回那個什麼女生 小姨姨 那些傳媒報道的傳媒報道 即是你上百度新聞網站或是你按下視頻 那些人便一窩蜂便說一下 又很有同情心 其實是重複又重複地 那種全部的報道方法都是一樣 其實我只看到一種喪事當喜事 一種傳媒報道手法 就是首先 他將受害者變成一個很可愛的 就是小姨姨小月月 總之很無辜 然後政府便出盡全力去保護一個這麼幼弱的一個人 政府開記者會 我們醫院如何搶救他 我們搶救了很多人 即是變成將發生這件事背後的原因 或者問題不去探討 就是將偽情化 變成很善情 情緒化 將焦點變成政府怎樣 有力去搶救這個人 坦白說 在大陸死過癮有什麼奇法 我告訴你 在十一國慶 三個香港人在北京 也是被一輛車滾死了 康泰那件事 夠不夠就宣佈那三個死亡 我沒有看什麼 但我看到那個 從我的畫面 我所得到的一個印象 就是 根本沒有政府的人員 是很努力去搶救那些人 根本很快已經宣佈了 那些車滾死亡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救到 就宣佈了那些車滾死亡 不知道有整個記者想拍 然後就拳打一腳踢 但你見到這件事 奇怪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懷疑 他被兩架車滾過 這麼小的小孩子 其實應該很快會死 但他還要拖了這麼多日 才宣佈他死亡 其實會不會 做出來 好像是江澤民 其實是想證明一件事 政府想證明一件事 就是 我是很出盡全力 全傾省之力去救這個人 所以 不斷要調整條命 或者自然自然宣佈死訊 你看到香港的情況是不會 香港最近 醫院一間醫療事故 就是一個十二歲的 小孩子做了頸椎手術 因為手術有些錯誤就死了 你看到香港的傳媒 不會說這個是小什麼 然後就用一個很煽情 悲情的手法去報道這件事 不會的 只不過是一單簡單的醫療事故 去質重 究竟醫療程序有問題 機制是否有問題 等等 就不會很煽情去報道這件事 大陸做新聞電視劇化 大陸有任何事 我不是說用一個event去討論 無論是傳媒 你不是當一個event來搞 小姨姨玩完了 小姨姨又在家搞event 大家就在那裏罵一下 然後政府 在政府 每天這麼多人死 他告訴你 有人死 剛剛我女友小姨 哎呀 這麼可愛 有些徒人這麼冷血 政府又要搶救他 即是他將這件事 叫做個人化了他 即是個人化了他 總之他無論怎樣報道都好 就將這件事 就視為一種個別的事情 總之你那班人 整個村子都是冷血的 政府其實已經出盡全力了 搞event 是吧 那你有沒有無端端 越來越搶救 不知道什麼鬼 又弄自己的官員 在那裏宣佈死訊 即是就算我們 如果看新聞媒體的角度 其實已經不鼓勵一種理性的 是的 變成很善情 變成香港的傳媒 都受到他們的影響 即是變成香港 其實很明顯的 因為香港報道 香港的新聞 類似的新聞 他不會敢報 但報道內地就會敢 現在報大陸的新聞 香港的新聞 香港的新聞 香港直接說大陸的新聞 變成你猛的 但你很明顯 香港的新聞 拿大陸的CCTV片照導 但你別說 其實香港也有這樣的趨勢 其實你好像你看 這個爽報那些 即是那些新聞 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他們也是 坦白說 我現在不會 去討論什麼暴露手法 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是 當作做場戲 大家過癮一下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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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即是即是 從四川大地震 開始已經是一物相成 任何事都不是動車 有誰再思考 中國動車是否安全 那陣子 那陣子就是打架 那陣子就是打架 說一下 現在沒有人說 不就是照樣開展 沒有事 坦白說 我講這些 滾死人事件 每天都有 然後 這個新聞 小姨 下一個 又有一個 又是四川 又是有一個 小姨 被人撈死了 之後 他無緣無緣無故 每天都有 那些新聞 即是你問我 見怪不怪 只不過我是說 即是 是否甚麼中國人 甚麼道德倫桑 我都要甚麼道德倫桑 我都要做倫桑 沒有說話 Victor 是否想說一下 黎智英 你有甚麼想討論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就是 最近這個Foxy解密 就說了 黎智英在前幾年 就捐助 數個泛民的政黨 包括民主黨 公民黨 以及社民連 特別是民主黨 公民黨捐的錢 是非常之多的 即是 好像曾經 如果沒有記錯 就有一年 是佔了 九成 即是民主黨 非黨員捐款的九成 也佔了公民黨 好像六成 是 大概事實就是這樣 是 你怎麼看 五區公投之後就不同 是 即是很明顯 其實你 即是 黃楊達都說過 其實香港的 即是你要買通 這個 香港泛民主派 是非常之便宜 即是一千多萬 你就搞定 即是 其實如果你說要 其實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很容易受 其他國家所操控 即是如果你見到 如果收買費是這麼便宜 即是 即是 你會見到 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 對政治捐款 是非常之少 非常之少 即是 以至到我們 我們經常說 透過選票 即是其實 這個政黨 是奪得到 我們一些 選民的一些利益 但如果你說 相對於其他國家 相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那個政治捐款 其實政黨受制於選民 選民其實對於政黨有兩種武器 一般來說 一就是選票 二就是 鈔票 相對來說 鈔票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小 即是你選了他之後 其實很簡單 這個區議會選舉 不是區議會選舉 我都不會見到那個人 是不是 我選完一次 千萬不要說那個人 否則很麻煩 很麻煩 我知道 我選完一次 他又不撲頭 我四年我只有一次武器 我又沒有選擇 是不是 我平時 我捐不捐錢 你都沒有所謂 你反正後面有大顆腦 是不是 說真的 其實 這個香港所謂民主選舉 真是可有可無 你這樣看 其實 變成 我們亦都想想 為什麼我們 其實是否雙方面 這件事 究竟是 我們對一些政黨太冷漠 我們不會捐錢 還是 這些政黨 根本上 他們需要做的事 根本不需要很多 所以他們的經費 也不會很多 其實你怎樣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問我 我的看法就是 你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香港的所謂政黨 沒有一個實權 令到你要捐錢 對 有什麼原因 令到我要捐錢給你 因為你想捐錢的條件 他會幫你 但另一件事 未必是這樣 你覺得他可以做到事 你希望鼓勵他 更加做到他的事 你會捐錢給他 等於你說 你要捐給某些慈善團體 你會想想 可能工業金 然後他撥款給某些機構 你覺得他們真的會做到事 你便會捐給他 但大家都知道他沒有實權 香港的政黨 不能夠執政 即使組織聯盟 也不行 你又不會捐給他 但問題是 反過來 我又不認為市民 完全不喜歡捐 你看到一些 71664 都很多人 傻傻傻 在那裡扔下去 你捐錢很多理由 有些是唯有實力 有些是支持你的理念 但支持你的理念的人 不會太多 很多人捐錢給你 可能有上一些 即是 很簡單 就是你個別的 一些立場 例如 支持最小工資 或者全民退休保障 就算我支持你的立場 你這個立場 可不可以化為一些 具體的運動 去做到一些事情 例如 好像現在說的 我們包圍這個中環 去爭取 即是我們 其實可以 refund到最具體的一個 立場 就是 反對強積金 我們有什麼 具體的運動 可以做這件事 成效大不大 其實香港人 也有一種很無力感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少 政黨又是天生 就像一個公公一樣 很多政治權力都被淹割了 你又不可以做執政黨 你捐錢給他們 等到鹹水海沒有分別 但現在你說的 到底 現在黎智英 大家會焦點討論人物 即是 所謂外交 都沒有什麼民主鬥事 那些 不覺得 某些報紙 是否特別了不起 為民主爭取公義 我不覺得 有一個活動 即是有一個人做傳媒 首先 他自己有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 第二 他又自己有反共的實力 他就把他的資金 坦白說 有很多錢 那幾千萬 都是兩千萬 但是那些黨 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他想伸延他的影響力 那就放進去 即是 你 只不然他們 不需要有任何負打條件 你扔下夠大夠錢 人家自不然都要聽你 比面子 還有我看都幾危險 基本上是全國香港的泛民主派 就是依賴一個人 如果那個人生意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冬瓜豆腐 他不捐錢 就倒了 全國香港的六四之比 原來給一個人 不可以控制住 原來有這麼大影響 也挺危險的 這有幾樣東西 即是說政黨不生性 坦白說 我又不覺得 是的 我都覺得 你因為沒有了某個人捐錢 他們要想當 我又真的不覺得 是的 仍然會有些市民 這麼亡居 去支持這些黨 繼續投票 我仍然不會 只不過 他們可能 因為對我又有影響 他們人事沒有那麼疏倉 即是賺少些錢 即是不如你間接 都是賺黎智英的錢 那你不要這麼說 大哥 那你不要這麼說 即是開玩笑的 是的 我又覺得 有時候 即是沒有什麼時間 即是香港的政黨遊戲 沒有玩 坦白說 民間聯盟 都不會很特地說這些 因為他們自己 更加骯髒了 更加上一刀 但 每個人都不會 去積極地爭取 有個政黨法 因為各個黨自己 各個都 各個都污髒了 各個都 各個都有金主 那怎樣 即是香港 我們有機會再思考 即是香港 即是香港 你現在 我見到選區議會 我又覺得 我越做越無聊 即是 頭來頭去 有什麼鬼 即是 即是 在短期內 香港都沒有什麼特別希望 我又不覺得 打死了卡達菲 這個世界的民主 又會有希望 我覺得 這個利比亞 即是稍後可以再說 沒有時間 即是你只不過用了暴力 去打死另一個暴軍 你看 打死一個暴軍 多暴力 整個血搞來搞去 我不認爲 這個世界又有什麼 有什麼民主希望 有什麼 我不覺得 即是都是這樣運作 大家都如常 即是 今個禮拜 真是 很多謝 我應該最忙的時候 已經過了 我希望 現在我們可以 復播 正常 好像哥澤民 可以翻身 好嗎 我們今個禮拜 節目時間到 再見